停在地下室的GLC43 因为凯米台风成了泡水车 脱掉墙就上来后 后挡风玻璃整个破掉 客难用黑色塑胶带包着 车主好心痛 因为他其实已经卖给车行 没想到交车的前夕 车子电瓶故障 来不及移车惨变泡水车 第一部车来帮我救 结果我的夹具夹不进去 第二台来的时候 大概已经都夹好 我准备要发动了 水已经下来了 水已经下来了 我就叫那台你赶快走 我不要害到人家 说你赶快走 我算了 我已经这样了 车主说开了六年的白色GLC43 他卖给车行150万 20号收了5万订金 跟车行约好23号交车 对方有事延期 没想到遇到台风 水淹进地下室 车子变成泡水车 晚两天交车 车价只剩下30万 等于打了两折 车主超欧 因为他打算卖GLC43的钱 来贴补上个月刚交车的特斯拉 还好当时特斯拉有抢救出来 就是150的两折 会不会很心痛 有什么办法呢 遇到了比我们差了 应该也蛮多的 受灾的泡水车 不少车是停在这边 不过现在车主对于是要报废 还是要送修 很多人还拿不定主意 对车主来说真的两难 因为修好了也是泡水车 不过对车商来说 像是傅先生这款车 很受欢迎 因此修好之后 还是有利润 因为台风晚两天交车 傅先生一下子损失120万 实在好苦 他也只能认赔 安慰自己说 还好另一辆特斯拉 有事先移车 没受波及 东森新闻 他会很灵异性 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5% 这个5% 这个水浆叫5% 但已经挤压到 这个整套10% 不管是引擎盖扭曲变形 还是车壳凹陷脱落 就像变魔术一样 不用一秒钟 一眼就能判断出折损比例 全仰赖汽车建驾师鹰眼 应该超过1万台 甚至高达2万台 大大小小的车 从进口车到国产车 到货车卡车全部 包括最重的叫43吨 还有35吨的连结车 除了实际看车 甚至连看照片 一样能估价 翻开档案密密麻麻的 车辆结构图 写满折损比例 只要把照片上的事故位置 对照这份神秘的折损表 最快一分钟就能完成建驾 鉴定费用 依车价不等 依年份的新旧不等 以车况车价 以及它的复杂度来收取费用 正常从6000块到3万块不等 甚至更高 汽车建架师股价一次6000到3万不等 像是买卖二手车 交通事故 产权纠纷都要靠他们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以这台车原价100万来算 因为毁损评估比例超过35%以上 就会被判定没有市场价值选择报废 因为苏哥有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向来考试的话 对于车辆的一些结构 或是车辆一些基本尝试是要有的 那如果完全你没有这些基本尝试的话 你来考试要通过的几率是很低的 汽车建架师真的不好当 不只需要汽车基础知识 证兆也不好考 录取率极低 一年大概只有20位能考上 也难怪这一行虽然看似好赚 但能真正入行的却是少之又少 东森财新闻王嘉宏 王一平台表报道 这是29号晚间 日安地球大楼地下室的状况 虽然抽光了大部分的淹水 但是地下三楼地面还是有积水 住户已经等不及叫来拖掉业者 摸黑把车拖出地下室 因为泡水越久 车辆损坏更严重 30号在国军以及环保局的协助下 先清理地下室以便抢修供电设备 所以暂停拖掉汽车 而汽车则是由人力一辆辆的推上来 造完侧后让车主来认领处理 有人心疼是新车坚持要修好 因为大楼地下室三层全部泡在水中 约有300多辆汽车以及500多辆机车泡水 机车有人坚持要修 但是汽车几乎都是要卖掉 我们那天要下来也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到小腿了 也冲不上来了 最后来就放弃了 对啊 因为你不出来就是死在里面而已 买了八九十万 现在这样子灭顶了 保险方面呢 保险方面我只有买抢制险的 那我们卖掉的话程序我们就直接 就是做废铁回收 还有一些沙漏 这二手零件的买卖 一般的价格大都在新车的残值 一层左右一样 不少住户听到泡水车的残值 只有新车的十分之一 真的是无法接受 但是车辆泡水修根本是划不来 只好无奈的接受 东森新闻的高雄综合报导 西厢绳索白湾收藏老车S2000 暴雨后的第四天 终于能离开地下室二楼 关系那个下巴我还有三条 买啦尽量啊 车道小又在底盘D的S2000老车 上坡最大考验是下巴碰地板 脱掉人员坐上驾驶座把门打开 头探出 旁边还有一人保护车子 依序拉上地下一楼 再出车道 车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般来讲只要没有发动的话 那个引擎跟变速箱换油洗干净就可以了 还有一辆在下面 我在这边淹了两辆 一台是也是本田的那种小型修旅车 泡水HONDA S2000车主2010年用73万买下 目前估计市价有180万 车主囤了不少料 自己修6万多元就可修好 但是内装车体都被泥土覆盖 不止车主心痛 车名也心疼 这辆经典老车有2.2升四缸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240匹 六速手排已停产 二手价居高不下 目前约180万 25日水灌进日安大楼停车场 车主从楼梯往下看 水流得急很快就淹满 车主想救车 但是来到地下室 亲眼目睹爱车被水狂冲 在这个地下室还有不少名车 因为车道宰小 拖掉车进不去 只能靠着拉绳索 用四轮传动的车子 先拉出地下室 B&WX6被吊上拖车 车体内水还在流 其他B&W轿车 冰式车则是盖了厚厚的黄图 汽车100多辆应该是有 机车车主自己用签的 可以移动车子 汽车得靠拖掉人员帮忙 接下来自安大楼 先进行清淤消毒 国军也会加入帮忙 让所有的泡水车都能拖出 地下室也恢复原貌 东森新闻张世纪红宝 清淋宣军在高雄报道 大水如极流 疯狂灌入地下室 这是7月5当天 高雄日安大楼的惨状 洪水灌满地下三楼 28号水是抽干了 脱掉作业也持续进行 那现在问题来了 底下的车沿成泡水车 这锅是要谁来背 日安大楼地下室 沿满当天就有住户指控 说新来的保全公司 没有提早来放闸门 社区的广播系统 又坏了两个月 管委会也没修 才会导致地下室车辆 通通泡水 我们水车都没有 后面说 我们水车都没有 要水车准备 我到五公里 叫床心里下来 保全气炸 台风天抱着风雨 跟住户一起架闸门 却成了众矢之地 让他无法接受 五公里扎起来 开始水车在扣 水车在扣 车也不扣 自我整车来扣 当天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说是有住户 为了把车开出去 把放好的水闸门拿起来 引发后续灾难 没有人去把 是水要太大 把它撑开 他这样这样 我们就不让他下去 结果那个 所有人都冲下都没有了 他们在那里 赶快一两步都 全部刷上去 就这样啊 不是他们去 拿起来不是这样 除了被住户硬闯 还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如保全所述 闸门是被大水冲破 我们实际下到B1查看 地下一楼中厅 确实还留有 闸门残骸 那被冲下去的有几块 被冲下去的有几块 你知道吗 他冲五块下去 冲五块下去 所以等于是说 可能已经冲了五块 还是被冲破 对 目前关键的监视影像 已经由广委会 交给警局保全证据 如果最后 真的如目击委员所述 闸门是被大水冲破 那后续的囚场 恐怕希望渺茫 而我们也将持续 带您关心高雄市三明区 德山街热安大楼的现场状况 地下室的积水 已经在昨天下午抽干 但是脱掉作业 却是全部暂停 到底能不能顺利进行呢 马上请炫君 带我们去了解 炫君举说 好 主观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 三明区日安大楼的 一个现场状况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在现场的车道是 由管理员拉起了封锁线 不让住户以外的人下去 因为昨天这边的抽水进度呢 是已经将B3所有的水抽干了 那目前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里面车辆的脱掉问题 那有住户说呢 昨天脱掉业者呢 是因为为了脱里面的车 疑似有纠纷的一个部分 还将附近的街区给封起来 那到警察到场哦 那现在呢 现场也是因此才会将 现场拉起封锁线 那我们刚刚也到下面B2 B3呢 去拍摄现场一个状况 那现在可以看到现场画面呢 其实里面是相当黑的 所有车辆都是泡在水里面 三四天的一个状况 那有不少的车子呢 后车盖是打开的 就是有些车主 就是水抽完之后 回到现场 回到爱车里面 那一些重要物品离开哦 不过有住户说呢 疑似有人呢 趁火打劫 在水抽完之后 进到车子里面 偷里面一些贵重物品哦 不过真实状况怎么样 可能还有待商榷 那现在一个现场状况就是说 呃 现在B1呢 他们一些车子拖到一半 就是放弃拖掉 那也需要他们管委会呢 还有一些里面住户协商之后 确定要承包拿给哪一家拖掉商 再来进一步的确认哦 因此现在呢 所有的拖掉作业 是暂停的一个状况 那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掌握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 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进口豪车 有电修旅车 跑在水里三四天 上面盖了一层厚重的污泥 高雄日安大楼28号傍晚 完成最后的B3抽水作业 那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这栋大楼的地下二楼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车辆是一片狼藉 车道上还看得到 疑似被从B1冲下来的车辆 地下室也因为抽水机不断运转 全是厚重的柴油味 最底层的三楼 除了厚重的淤泥 更有致命的沼气 大楼抽水作业 在28号下午也来到最后部分 国军也调来抽风机 要将里面的沼气统统抽出 而里面300台泡水汽车 500台泡水机车 也成了众多脱掉业者 抢食的一块大饼 听到地下室的水 下午就会抽干 业者一早就来考位 整个街区从里到外 好几台待命的脱掉车 甚至还有厂商 特地从台北南下高雄 但车辆要脱走之前 得先办理停驶或是报废 经理所也派人到场设置定点 协助住户处理后续问题 恢复家园的过程中 可能没有时间到 经理所去办车辆的停驶 或者是报废 所以我们主动到这边来设柜 我现在就是要拍照 我要准备申请离肥 跟经理所报废 因为礼拜一就 对啊 要上班啊 没有车没有交通工具 怎么上班啊 周一要上班了 车辆却只能报废 脱掉费用也是一个大问题 而高雄市政府公布 新一波补助 只要民众车辆 泡在地下室要脱掉 市府补助脱掉费用的一半 最高上限五千 若是停在路边便泡水车 脱掉补助最高一千 凭单聚到各个区公所 或是理办公室 都可以申请 东四新闻他会跟林炫君 在高雄报导 最新的消息要来关心 高雄市的三民区德山街 某一处社区大楼的抽水状况 积水呢 已经抽到了地下三楼 预计在今天就可以结束 而目前最新的现场如何呢 交给记者林炫君 好 主播观众 持续带你来关心 三民区德山街 这一处淹水的社区大楼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大楼的B1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场其实掉来了抽风机 要将下面的风给抽干 因为现在目前抽水作业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B3的楼层的部分 那因为现在B3呢 除了大量的淹泥以外 还有浓厚的沼气 那现在国军也必须将沼气通通排出之后 才能下到进行后面 进行最后的一个作业 那其实呢 现场的管线也是相当的扎 除了管线还有淹泥以外呢 现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要将里面的废气车辆通通给拖出 那现在呢 管委会也请来的他们委外的厂商 准备在B1 B2进行清空 要将目前地下第一层楼跟第二层楼的车辆 先拖到外面去 那到时候呢 再让这些住户来看说 这些车是要办报废 还是要进行维修 有他们各自已炒粮 那目前呢 现在高雄市监理所的人员 也到了现场来摆设一个摊位 就是让居民可以决定说 他们车子是要来报停时还是报报废 那车辆要报停时跟报废的时候 军民必须把车牌咨询制作业为主 那他们的后续呢 也会以专任的方式 协助军民做这些停时或是报废的动作 那后续呢 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 我未免也会为您持续掌握 持续暖宁关心 凯米台风的后续 高雄三明德山街大楼淹水 昨天已经复电了 记者今天是挺进地下二楼 最新的情形要交给选军 好 主位班长持续暖年关心 三明区德山街这一处淹水的社区大楼 那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这栋大楼的地下二楼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车辆是一片狼藉 因为这里的车 已经泡在水里整整两天的一个情况 上面全部都是污泥 那其实可以看到呢 现场整个地下室到处都是垃圾 因为当天大水 725大水的时候 是整个把地下室三楼通通灌满满 那其实呢 现场的味道是相当难闻的 除了有煤味 还有一些污泥的味道以外呢 还有就是现场抽水机的 发电机的柴油味 那是因为里面整个地下室 密不通风的关系 将里面的整个柴油的味道 是将里面布满哦 味道是相当的臭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整个车道上 到处都是来不及开出去的车子 是相当的凄惨哦 那这些车子呢 基本上是难以估计的 里面三百台的轿车 三百多台的轿车 是全部都塞在里面 开不去的一个状况哦 那现在呢 其实水目前是抽到地下三楼的一个状况 那地下三楼至少还有一半要抽 相关单位呢 其实也在27号下午4点多的时候 将这栋大楼给付电了 因为台电当时到地下一楼抢修配电电线之后呢 是将这附近的4000路物通通给付电 那现在相关单位也要抢修 要看看能不能在28号的下午 将地下三楼的水通通抽干 那以上也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 接下来关心这一栋是为在高雄三明区的住宅大楼 目前水退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因为昨天下暴雨 地下三楼地下室又通通被淹 现场也调来了抽水机 到底今天一早的情况如何 把时间交给炫军 除非观众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高雄四三明区的德山街一附近一带 那可以看到我旁边呢 出动了国军的中站 还有抽水机来抽旁边大楼地下室 因为大楼地下室里面是整个是淹满了水 里面可是有地下三楼这么深 那这是因为昨天25号开明台风来起的时候 整个大雨积水灌进了地下室里面 导致里面B3里面所有车辆全部成了泡水车 那里面总共三百多户的汽车机车 全部成了泡水车 那现在呢 因为昨天雨是还是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抽水机是没什么作用的 今天请来了国军的中站 还有抽水机要将里面的水抽出来 来看看里面的损失大概是有多少 那因为本来今天高雄是停满 本来高雄昨天是宣布要上班上课的住屋 很担心说 里面的车子都泡水了 没办法开出去怎么办 好在是最后 高雄市政府是在最后的时候 宣布是停班停课 那后续的一些陪 我后面上你看到的高雄大楼及抽水 就是在三明区这一栋社区大楼 我们刚才报道过了地下三楼 昨天大水灌入通通淹了 今天早上的情况怎么样呢 现场紧急调来了抽水机 最新的抽水进度 联系的记者林逊君 好 准备观众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高雄市三明区德山街附近的一株社区大楼 那可以看到呢 我旁边的地下室里面的水是已经整个满了出来 那昨天最深的时候呢 其实是到上面的红色 请勿善制进入车库里面的那个寺那边 那现在现场呢 是国军调来了中站 还有抽水机 要将里面的水给抽出来 因为里面地下三楼 三百多户的车城 全的泡水车 水是淹到地下三楼这么深了 那可以看到其实整个水呢 现在是往外抽抽到旁边的水沟里面 那昨天的时候其实也有调来抽水机 但是因为真的昨天雨真的还是太大了 所以抽水机来不及抽 那现在调来磅数比较大的抽水机协助抽水 能看看说今天可不可以将里面的水给抽完 那其实呢附近住户是说呢 这个他们是认为说当时这个保全 是没有提早来放水闸门 导致他们里面也没有通知他们住户来开车 导致这个水呢 是直接灌进了地下室里面 那也有人说是保全其实有来放水闸门 但是是有住户强行硬闯把这水闸门中破 导致整个里面都淹大水 不过我们刚刚有询问过保全 保全是说呢 他其实有放水闸门 水门也有放好 但是是因为当时现场的一个平面道路呢 水深已经淹到了成人的大腿的高度 水流太强将水闸门给冲掉 才会导致现在这样的一个灾难的状况 那其实呢今天呢 本来25号晚上的时候 25号晚上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是宣布停班 只有三区的行政区停班停课 那其实住户他们也相当担心说 那26号早上要上班的话 我们的车子还有机车全部都在地下室里面 全部在泡在水里面 他们要怎么出来要怎么去上班 好在是高雄市政府紧急在晚上的时候 晚上9点多的时候改宣布 今天26号是停班停课的一个状况 他们才有办法去收拾现在的一个残局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在抽水机还是不断的抽 但是水位还是没有明显的降低 那是因为里面的水真的太深了 后续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也将为您持续掌握 以上是我们在高雄市三明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中文给朋友们主播 电梯门一开 里面的水宣泄而下 有如水帘洞 还有这栋大楼的楼梯间成了一座旋转瀑布 凯米台风过后第一天 高雄受灾最严重地区之一 就是三明区 风雨过后高雄市街头 此刻正在做灾后的清洁 很多大楼都还积水 目前看到这栋大楼 它因为没有电 也只要抽水 必须把铁门整个开出一个大洞 事实上这栋位在大风一路的大楼 消防队先以电锯切开一个大洞 将水管放入后才能进行抽水 有居民表示 光是自己就停了四辆车在地下室 可说损失惨重 地下室抽水的进度 大概要三到五天才会全部抽完 那你们的车有人开出来吗 有部分租有开出来 那目前在楼下的 应该有二三十台车左右 汽车那摩托车的话 应该有五十台以上 目前军方派出抽水车 支援将积水排出 希望尽快让民众回复正常生活 而不只大楼地下室受灾 连在一楼的办公室 同样也损失惨重 昨天洪水不断涌入时 这家设计公司的积水 一度深达腰部 昨天是淹到哪边 淹到这里 设备都已经坏下来 走近一看 淹水过后的办公室 一团凌乱 员工忙着善后 家具电脑全部泡汤 出股损失达百万台币 台米台风远离 受灾地区民众复原的挑战 才正开始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